來看再來的消息 建華社是要停工 是他們去正義 台北的橫幻影像 回函給台北市政府 說建華社是要繼續時間 不是他們的財政宿航 請企護按照這款來處理 台北市府指定李宿川 是發文說 目前並無法調 可以下令隨停工 建華社是不是停工 台北市府再去設施 發文給台北電 他確定是不是可以停工 本來11回函之一 建華社是不是繼續擔工 不是裁定的屬行 請企護依照這款來處理 台北市府指定李宿川 在民政法文 依照無罪推定 企護依法 不適合時間感染 不過沒有一條法令 可以以過隨停工 要強調 以法行政就是公務員最大的屁立 如果不予施工看願 繼續施工怎麼辦 蔣萬安回答我 就是勒令停工 那怎麼會現在會說 沒有法律依據呢 那蔣萬安講的話是屁話嗎 在議會答詢議員的話是屁話嗎 市政府目前講的這個方式呢 我覺得是他們目前現階段 可以辦到的事情 其他你要求他做一些 不依法行政 他辦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你再給他的民粹壓力 對市政府來講 他也沒有辦法接受 對著外界線疫苗給企護 應該是下令停工 在四三十歲 那這段給他停工 驚發聲有損失 就要提出更倍 如果按照規定 驚發聲起到二樓再來補時間感染 因為市府不動議感染 如果繼續時間 市府就要下令停工 正就是讓他一樓 時間到二樓 以後也要是實質停工 不給以這個施工看鏈 如果他繼續的施工 我們就可以熱臨停工 後續就看這一個 施送案怎麼走 那市府一定會依據 這一些依據 來做最好的依法行政 驚發聲到的能夠安裝處理 台北市的警官處說 他等台北檢會好 最多綜合的考慮 法國教室說的 環境相接電 以北檢會上官處 先後 配合都法教跟警官處 共同嚴重 效尚是不是停工這件事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